小卫斯 打開麵罩 我好像開垃圾桶的感覺喔 沒有 我覺得很像開電鍋 喔 電鍋 哈哈 電鍋蓋的感覺 大家好 我是小佳IK 想宰男 相信各位宰男們 都有一個英雄夢 要是我今天使閃電翔就好了 我就可以暫停時間 然後去女生澡堂裡面 STOP 那個不是閃電俠 那你有沒有喜歡什麼超級英雄 鋼鐵人 為什麼你喜歡鋼鐵人 因為他很有錢 所以你不是喜歡他的特殊能力 你只是戴手指他很有錢 他很帥 今天我剛剛買了一個鋼鐵人的頭盔要送 這個頭盔呢 就是我們上次 我有貼YouTube影片給你看過的那個 先給你們大家看一下 Galys 關閉頭盔 那這個頭盔呢 他就是可以中英文聲控 他的面具打開或關起來 然後還可以進入什麼戰鬥模式之類的 就是好像滿屌的 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不便宜 像我在蝦皮上面看啊 像這個就要17,400 像這個就要17,400 另外一個賣場也要17,000左右 便宜一點的14,500 最最最便宜我查到的也要12,000 可是呢我簽兩個禮拜 在FB的廣告上面 看到一個頭盔一模一樣的 你知道賣多少錢嗎 只好2580 那我來看一下那個網站 他這個就是同款了嘛 還有人問他說這個頭盔可以戴著騎機車嗎 然後賣家來說可以 然後還有人問說 有藍牙放音樂的功能嗎 然後賣家來說有 哇 那這個2580的 他雖然外觀看起來好像跟我們17,000的那個一樣 可是他又多了藍牙耳機的功能 然後又多了那個安全帽的功能 那這個2580感覺就很划算啊對不對 然後我們點進去他往上看看 就是一模一樣的嘛 產品名稱Mk5鋼鐵人頭盔 1比1比例 中英文雙語 兩種聲控模式 還有觸摸感應打開面罩的方式 然後賈威斯還會語音給你問好 平常的時候眼睛是發正常的白光 然後戰鬥模式是發紅光 很精緻 就跟我們蝦皮看到的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價錢只要2500吧 真的是太划算了 欸這個一個賣2000塊耶 那蝦皮一個賣1200 那我買一個不就賺1萬 買10個不就賺10萬 那我買100個不就賺100萬 那我買1000個不就賺1000萬 那我就這樣一直買下去 他有多少我買多少 那我遲早也可以跟鋼鐵人一樣有錢 所以呢 我當然好不猶豫了 就直接給他下飆一個回來 那我們現在直接來把它打開來看看 那這個就當作你的禮物了 好不好 你的生日禮物 還不錯吧 生日好像還是久耶 先送啊以後就不用送了 那萬一他是個炸雞呢 怎麼可能 欸 還可以當藍牙耳機 又可以當安全帽的功能 啊又語音聲控的 怎麼可能是垃圾機 欸要是這個真的是一模一樣 真的直接在下面要10個回來賣 我要拿出來囉 欸幹 好像不太妙耶 這傻小啊 蛤 啊說好的 聲控咧 說好的藍牙音響咧 他很浪費了耶 對啊 欸幹 邊邊還掉漆是怎樣 重點是 欸這個蓋起來 要先按這個按鈕 然後 才能蓋起來 啊不是說好聲控的嗎 請問聲控在哪裡 好 小飛絲打開麵罩 這是他媽的 這是開 我好像開垃圾桶的感覺 沒有我覺得很像開那個電鍋 喔電鍋 電鍋蓋的感覺 我覺得 要這麼大力才灌得起來 那你這麼 這樣你灌不起來 你要 才灌得起來 這當安全帽 會不會頭破血流 這個摔了直接 真的頭破血流好不好 這個塑膠 然後裡面他媽的 這麼薄的海綿 你跟我說可以當安全帽 這個賣家是想害死的 他真的很噁湯耶 要是真的有人買了 然後就信他的話 可能就當安全帽怎麼辦 你們相信啊 感覺就是有人會信啊 那個安全帽不是外面都要貼的那個鐵盒 啊有人不知道啊 說 賣家說可以啊 然後他就真的帶這個 上路 那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 他這樣很不行耶 騙藍牙音響就算了 他騙說可以當安全帽 我覺得這樣 可是應該大家看得出來 應該是在反串吧 什麼反串 幹我他媽的花2580買了耶 我2580可以買多好安全帽啊 一年安全帽還幾百塊而已 2580可以買那種高級的那種安全帽 我他媽的買這個塑膠的垃圾頭盔 然後他跟我說可以當安全帽 真的害死人耶這個 然後請問他藍牙耳機的功能在哪裡 可是他這裡是放電池 嗯 是嗎 喔真的耶 這個可以開嗎 喔 燈還可以亮耶 有沒有燈還可以亮耶 唯一那個電子的功能就是 至少眼睛還可以發光 三小啊 來戴看看 幹這根本戴不下去啊 頭太大了 不是啊他跟我說頭圍上面說好像62嘛 頭圍62都可戴 蛤 這應該是小朋友可以戴得下嗎 那是怎樣 欸我覺得你戴所有電子都還戴不下去 有我可能戴不下去 我覺得很小 這就是我花了2580買的鋼鐵頭盔 戴這個可以騎機車 蛤 屁鬼啊 蛤 你戴一看你戴一看 欸你可以耶 喔 耳朵卡住了 耳朵卡住了 欸你可以耶 喔 看得到外面嗎 很小的洞 看得到嗎 一點點 喔 感覺蠻猛的耶 欸其實你戴起來蠻帥的耶 這個鏡頭比那個鋼鐵的姿勢 喔 欸幹其實你戴起來還可以耶 對啊 喔 喔好帥喔 這有點像那個 其實蠻帥的耶 這有點像那個月爺的安全帽 我跟你講啦 如果它今天賣個500塊我可以接受 因為它就是個塑膠玩具而已啊 它這個塑膠然後賣2580大概是三小 我覺得這個 1000以內我才可以接受耶 這個你1000你買 這個這個放鍋蓋你他媽1000塊你買 所以這個就是個垃圾 以2580來就好 那以前的要命 然後你就說你還要放我 呵呵呵 而且剛好你可以戴我不能戴 那這個就當年的生日禮物了 好啦 其實我在下鏢的時候 我就大概知道 應該又是那種詐騙網頁 不可能是那個同款 它那一款隨便都要1-2萬塊 怎麼可能真的是給你有聲控的功能 然後怎麼可能還給你藍牙耳機的功能 然後又可以當安全帽啊 那騙鬼啊 可是我還是很好奇 它會寄什麼垃圾過來 所以我還是下鏢了 可是至少呢 它還是給我寄了一個鋼鐵人的樣子 至少眼鏡還會發亮 可是他媽2580 它賣580就算了 它賣2580 我覺得偏貴 真的太貴了 這不是偏貴 就是他媽的就是詐騙 而且呢 它就是這種一次性的那種粉絲頁面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便宜果然美好貨 大家不要貪小便宜 我今天就是實測給大家看看 網路上1萬7的東西 有可能2000塊就買的到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一分錢一分貨 大家不要貪小便宜 尤其是那種FB上面的廣告 喔對了 然後如果你們真的不小心 在那種FB的廣告裡面 買到一個垃圾的話 就是送來的東西 跟你當初買的那個不相符的話 通常它寄的時候 你已經找不到那個頁面了 通常那種頁面 它一批貨賣完之後 你就找不到它了 所以你要退款 你也不可能找到那個賣家 可是呢 你可以聯絡送貨來的那個物流 然後跟它說你要退貨 台灣的法律 網路購物 7天內無條件都可以退 所以你只要包裝有保存下來 那這個沒什麼包裝 你就一個垃圾塑膠袋 你就把它裝回去 然後交代貼起來 然後你就打給那個物流說你要退貨 然後它就會請人來收 因為通常啦 我們用貨到付款 那個錢都還會先壓在物流那邊 它不會馬上移付了 然後錢就直接賺給那個賣家 所以你7天內 一打開發現 這個不是網路上賣的那個東西 趕快打給物流 它就會過來收 然後你可以把錢退掉 所以大家網路購物 還是要小心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種 開箱網路垃圾的系列的話 留言跟我說一下 我在那個網站上面 還有看到那個什麼 大疆的無人機 一台大疆無人機 少說到兩三萬塊 它那邊只要賣兩三千塊 你們會好奇寄來是什麼 如果好奇的話 留言跟我講 我下次再來開箱 更多的網路垃圾給你們看 好啦 那這個頭盔 你要嗎 還是你們要嗎 你們要的話 就打說 我要垃圾頭盔 這樣是送垃圾給大家嗎 所以有些人喜歡啦 好啦 如果你們有人想要的話 在下面留言 我要垃圾頭盔 抽出去給你 到下禮拜七天內 都沒有人要的話 那我就趕快再退掉 呵呵 不可以讓這種不肖廠商賺錢 好不好 那如果你們要我就送給你們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網路垃圾 就到這邊 下禮拜見 拜拜